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的主播马灵鼠。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频道,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案件。 北方小伙小妍,前不久被南方一家资深企业聘用了。 为了能够更好的留在这座大城市里工作,她准备在附近租一套房子,安营扎寨。 要说这城里的房租就像地里的甘蔗,节节高。 这对工作不久的小妍来说,真是压力山大。 无奈,小妍决定去郊外租房,她坐着地铁辗转到了城外,跑了好几个地方,都没找到众议的,嫌价钱太贵。 眼看这天就要黑了,小妍加快了脚步,她来到一个小院,看见一扇大门上贴着租房两个字,门扮演着,她礼貌地敲了敲,提脚迈了进去。 里面是栋三层楼的楼房,她朝里叫喊着有没有人。 话音未落,一个三十几岁的少妇飘了出来。 顿时,让小妍体内的荷尔蒙一下生腾起来,此女不能说是碧月修花,那也是戴雅托俗。 辛苦了一天的小妍,所有的疲劳此刻言消云散了。 美女房东没等小妍说明来意,便殷勤地向小妍推销起来,问小妍是不是要租房的,她这可有便宜的房子,设施都齐全,干干净净的,随小妍到哪都找不着她这样的。 她把小妍带到了二楼的一间房,说她楼上楼下的房都租出去了,只剩下这一间,叫小妍看看,多好,只要五百块钱一个月。 小妍一听,五百,她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向房东投去了质疑的眼光。 这一眼,恰巧与美女房东那一双带电的大眼睛相遇,她盛情地看着小妍,荷花式的脸蛋,微笑着肯定地朝她点点头,央求着说还迟疑什么,叫小妍就租了吧。 小妍的心思,完全没在这租房上,整个人像是被对方眼里放出来的电吸住了,心潮在不停地翻动,心想,真是扬眼,住在这里,每天看上几眼,也不枉此生了。 美女房东以为小妍还在犹豫,连忙央求着说五百块,水电她都包,这样行吗? 小妍缓过神来,连忙回说行,五百块钱,包店,包水,还有美女看,没有不租的理由。 小妍偷乐着,她立马签下了租房合同,付了定金,这事就这么定了。 隔天,小妍就搬了进去。 要说这美女房东对小妍是格外的热情,有事没事都会跑到小妍的房里做作,跟她聊天,没几天两人便熟络起来。 在聊天中小妍了解到,美女房东叫潘小红,没有工作,丈夫在外帮人打工,十天半月回来一次。 听说了这些,小妍似乎明白了点什么。 怪不得给她这么低的价格,原来是独守空房。 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月,这天,潘小红上街买菜回来,忽然见到小妍的房里来了个女孩,她连忙上前询问小妍女孩是谁。 小妍忙介绍说是她老婆,潘小红一听,那张脸一下子就变轻了。 她把小妍拉到一边,巧声问小妍怎么从来也没跟她说起过,不是一个人住,现在怎么跑出来一个老婆。 小妍说潘小红当初也没问她几个人住,如果担心费用问题,大不了她们每月再多付50块钱水电费,看行不行。 潘小红板着脸说不是钱的问题,如果小妍她老婆住在这里,这房她不租给小妍了。 小妍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弄得尴尬不已,不知怎么回话,心里冒出一连串的疑问,难道这枚女房东真的看上自己了,她不会是吃醋了吧? 真是这样?也不要在这时候,当着她老婆的面表露出来才是。 小妍的心里七上八下,她们的话偏偏被小妍的妻子平平听得一清二楚,顿感心中不爽。 两步走到她们跟前,不客气地问这人是谁。 小妍立马解释,说是房东大姐,平平斜眼看着眼前的这位美女房东,美好气发说她跟小妍是夫妻,凭什么不让她住,租赁合同都签了,不能反悔。 潘小红无言以对,只好无奈地转身回隔壁自己屋去。 潘小红一走,平平把门狠狠地关上,转过身至问小妍和她怎么回事,她凭什么不让自己住? 小妍硬声说什么关系,妻子别扯得那么远,她跟房东才认识几天,没什么关系。 妻子平平有问,自己来了,她为什么那么的不高兴? 小妍无法解释,索性不搭理平平,她想,平平现在是在气头上,过几天就没事了。 哪知几天后的一件事,让平平更难以容忍。 这天天气格外炎热,小妍下班回到家,平平体贴地将她替换的衣服放在浴室里,让小妍先去冲凉,自己下楼去院里的井边洗菜。 小妍进了浴室,连蓬头里喷出来的水,让她感到阵阵凉意。 就在这时,她隐约听到门外有敲门声,接着听见潘小红的声音在喊平平,是不是她在洗澡? 这声音越来越清晰,分明是潘小红正往浴室这边走。 小妍急忙套上衣服,湿漉漉地推开门,正好和潘小红撞了个正着,潘小红顿时羞红了脸。 她顾不得尴尬,举起手里拿着的两个挂钩,说怎么是小妍,自己是来帮他们浴室里装两个挂钩,这样方便挂东西。 说着用力将两个挂钩粘上了墙。 正在此时,萍萍回来了,见此情景,心中的怒火愤然疼起。 她啪的一声,将刚洗好的菜,连着菜篓一起扔在了地上。 潘小红赶紧从浴室里退了出来,边朝门外走,边对萍萍解释, 别误会,她就是来给他们浴室里装挂钩,方便挂东西,什么事都没发生。 小两口再次为这个美女房东吵了起来,频频咬着牙问小妍,她洗菜的这点时间,他们是不是也要趁机利用。 小妍一回来,她就找接口来,说她跟丈夫没有任何的事,没事,她怎么会跟自己丈夫这么随便。 小妍张口结舌,白口莫辩,只能说真不是妻子想象的那样。 小妍的心里暗暗叫苦,自问着她和房东也没发展到这种地步,连个精神出轨都算不上,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,她还真想逼走自己老婆不成。 只怪之前自己那些猥琐的想法,现在是羊肉没吃着,羊骚味一身。 小妍窝了一肚子冤枉气,狠狠将钢毡上的挂钩扯下。 这一扯,小妍惊讶不已,她瞪大眼睛,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 第二天,萍萍还在生气,闹着要回娘家,小妍也不阻拦,想着她回去了,自己也好清静几天。 萍萍走了,小妍下班回来,真是清静,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窜到隔壁,见潘小红的老公老许不在家,她眼珠子一转,便嬉皮笑脸地走了进去。 说美女房东,一个人在家干啥。 她便与潘小红搭讪,便探头探脑地往里屋走,说她搬过来这么久,还没来房东家参观过,装修得挺不错的。 她推开一间小书房的门,往里张望了一下,里面只有一个书柜,一张电脑桌,一个显示屏,其他什么都没有。 潘小红见她这么随意,有些不开心,拉长了脸,下了逐客令,说要出去买菜,请小妍回。 小妍自讨没去,转身离去。 要说这小妍,真是个不甘寂寞的男人,老婆才回去几天,就耐不住了。 这天,她带回来一个比房东潘小红更妖娆的女人,一头瀑布一般的长发,浓妆艳抹。 要说这潘小红,可真是奇怪,她就见不得小妍和其他女人在一起,她又找到小妍,说她怎么又带一个女人来,她要这样,这房子可真不租给她了。 那妖娆的女人凑过脸来,嗲声嗲气地说,潘小红是不是就是这里的美女房东,听小妍说起过她,看她刚才说的这话,酸溜溜的,她又不是小妍老婆,吃哪门子的醋。 几个人正说着,老许回来了,她瞄了大火一眼,眼珠子在妖娆女人的身上,停留了几秒,才走进自家屋里。 夜幕落下,隔壁传来连蓬头花花的水声和小妍的说话声,沐浴露给你放在这,你赶紧洗,屋里热。 我在阳台上站一会儿,乘乘凉。 小妍懒散地靠在阳台上,老许从小书房里走了出来,朝小妍她们的屋里看了看,问小妍天都黑了,怎么不开灯,是不是怕她们多跟小妍要电费。 小妍嘻嘻一笑,直直御室说,这女人古怪得很,不喜欢开灯。 老许无奈地笑了笑,说怎么还有这样的习惯,可惜了,黑灯瞎火的,啥都看不清。 四日下午,那女人见潘小红的老公,一人在家,扭着屁股上前搭讪,说大哥今天怎么不上班。 老许说,工地上没活,这几天放假。 话间,那女人啪一下打开屋里的灯。 老许不耐烦地,说她这人真怪,夜里黑漆漆地不开灯,大白天地开啥灯。 女人说她这人就跟别人不同,喜欢白天开灯,这样更亮堂。 老许吞吞吐吐地说她每月倒贴50元电费,晚上也开开灯如何。 女人则说,这个很滑稽,钱又不是她出,用多用少与她没关系。 再说,区区50元能做啥,老许要真想让她改变习惯,也可以,帮她做件事,她就答应老许。 让老许帮她把楼下那凉桶水提上来,她就依着老许。 潘小红的老公起身飞奔下了楼,正在这档口,小颜溜进了潘小红的家。 转眼就到了晚上,小颜家还真亮了,连蓬头的水依旧哗哗地响。 这边,潘小红家倒是安静,但潘小红好像有心事,总是坐立不安,在家里来回踱步。 她老公坐在电脑前,眼睛死盯着显示屏,一眨不眨。 只见画面中一位美女,背对着她,薄薄的沙衣,背水淋湿,紧贴着光滑的肌肤,她微微转过身,妩媚地一笑。 这不是隔壁小颜带来的那个女人吗? 原来,老许在偷窥,她通过监视器在偷窥隔壁的浴室,难怪她一直想着法子,让小颜她们开灯。 那女人,好像并不知道这一切,连蓬头的水顺着她的长发流下,梳子在黑发上滑过,那样的顺滑,像一道黑色的瀑布。 忽然,不知怎么了,女人突然一把扯下长发。 原来,她戴的是假发,然后,她猛然转过身,做了一个鬼脸。 老许大惊,差点被吓得背过气去。 正当这时,小颜冲出了小书房,老许赶紧关掉了电脑。 小颜指着眼前的监控设备立声说,在事实面前,不要再抵赖了,如果嫌证据不够,这里还有。 说着,从书柜的隐蔽处,拿出一个照相机,说这里录下了老许的全部罪证。 老许诧异,问什么时候藏东西在她家的,小颜说,就是她下午帮美女提水纳会。 老许无法再狡辩,一屁股坐在凳子上。 不动了,像是在等待着惩罚。 这时,那妖娆的女人一头短发,湿漉漉地跑了过来,小颜对她说表妹,报警。 原来,她是小颜在警校念书的表妹,被小颜叫来配合着演了一出引蛇出动的戏。 话音未落,院外传来阵阵警笛,潘小红用非常复杂的眼神看着自己的丈夫,说她已经报了警,别怪她,这是丈夫自食其果。 原来,潘小红知道丈夫偷窥成性,之前已被派出所处理过一次。 也正因如此,潘小红家隔壁这间屋一直没有再租出去过。 前不久,潘小红看到小颜一个人来租房子,想着一个单身男人住在隔壁,必然不会有什么事,房子空着也浪费。 就这样,她以很低的价钱租给了小颜。 并她没想到的是,小颜的妻子后来也跟着来了。 这以后,她担心的是又一次的发生。 她发现丈夫又弄来了监视器,躲在屋里偷窥。 那次,她丈夫休息在家,一整天都猫在那间屋里,她清楚丈夫在干什么,可丈夫的暴脾气让她不敢当面顶撞。 下午的时候,正巧有人找她,她没来得及关机器就下楼去了。 潘小红悄悄走到视频前一看,只见平平拿着衣服进了浴室,看样子正准备洗澡。 眼看丈夫马上就要上来,她灵机一动,拿着两个挂钩去到了小颜家,闯进浴室。 哪只浴室里的并不是平平,她顾不得那么多,顺势将两个挂钩粘在墙上。 她想对小颜隐瞒下这事,规劝自己的丈夫,停止这挂钩的行为,可是,老许再次让她失望了。 好了,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 我是主播马铃薯,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 谢谢您看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